今日天使與藍鳥系列賽的第一戰 就在昨天完成完陀丸風加雙響炮的大鬼祥品 今天又炸裂達成生涯第一次連三打席開轟 一局上第一打席第一球 大谷擔任第二棒指定打擊 面對美連三陣王Kevin Guzman 一顆93.4mi紅中偏D直球 直接給他掃出中外野大牆 這球以103mi的出速飛了397英尺支援 大谷果真沒受到抽筋影響 一上場就紅得發全雷打 這也是他跨場連三打席炸裂 本季第39轟 第二打席比較可惜 被Guzman用了6顆球解決掉 沒機會挑戰連四打席開轟 第三打席則延續好手感 敲出一雷安打上勒 看到老朋友Gorreiro Jr.還不忘打招呼 兩人還有說有笑的 第四打席運氣較差 急出了滾地球後下去 今日天使隊投手根本扛不住藍鳥隊打線 藍鳥隊恐怖活力狂炸裂 連剛交易來的Giorito也都扛不住 第七局天使隊還大動機 滿臉0出局 但連續兩位打者吞K 最後飛球出局 第九局反攻機會 大谷缺意外被換代打 賽後卻認為雙腿抽筋 明天會再評估狀況 最後天使也以1比4 輸給藍鳥隊 結束了最近的四連勝 第五打席運氣 第六ив輪 第八局 第六局 第八局 第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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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